嗨,我是Shopping 到底我們要怎麼把高音變得更紮實、變得更宏亮 那這個方向有幾種 有人說第一個是空間 那有人會說是共鳴之類的 那你要怎麼把啊變成 啊怎麼變成 啊怎麼做的怎麼越來越大的 第二件事情是你怎麼把 啊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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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要怎麼把聲帶越夾越緊 而不是夾到你的脖子 那最簡單的練習方法就是一直練泡泡音 我這兩個禮拜一直在跟老師學的就是在做泡泡音上面的修正 當你的泡泡音做得越好的時候 你會找到比較對的假緊聲音的力道 一旦做錯了 我們做的練習是這樣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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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請依序代入到高音m、高音f、高音so以上 之類的 那一般的人大概在高音沒有到中央的so左右 啊啊啊啊啊啊 你就會感覺到 所謂的鬆開是什麼意思 可以嗎? 那如果到高音的弥發之後會有另外一種鬆開 是想像這樣 瞬間鬆開 那你可以讓它維持一點點的閉合 還是有個小小的鬆 可是不要讓它 不要自我放棄 那這個練習慢慢練 之後呢 你要去檢查到底你的泡泡音有沒有做對 像我剛做的這些練習啊 這幾次示範有幾次就做得不好 因為我希望在做的時候不要有推擠的字頭 尤其是泡泡音的時候 你再做成呃呃 當泡泡音的字頭 它就會變成緊縮喉嚨的習慣 如果連泡泡音都緊縮喉嚨 發出聲音就會更慘 所以記得用呼吸來做泡泡音 發出泡泡音的同時 不要覺得胸口突然的緊縮 然後呢 發出聲音跟泡泡音的時候 去做一個檢查 抬頭 bang 如果變成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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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z 就代表做錯了 如果是 阿 就不行 OK嗎 所以 抬頭可以幫助你去 注意這件事情 到底你有沒有做對 然後 這個習慣慢慢做好之後 開始去做各種口型的 慢慢的扎實 是什麼 或是用 把母音從泡泡音帶進聲音來 你才知道說到底要發出聲音的關鍵是什麼 尤其是數字1 那個1 而不是 你就開始換裡面的肌肉 那這個換肌肉的慣性就會開始讓脖子或是讓你的嘴巴越來越硬 那我做完之後 我做這兩禮拜練習結果之後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會慢慢的察覺到你的口型 在你發出高音或是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突然越來越小 你明明想做的是呼吸 到高音的時候會不會 這個東西會不會出現 而不是 有沒有聽到突然鬆了好幾次 這個慢慢練 練到後面的低喉頭會越來越好做低喉頭 因為你在做啊的過程當中 就開始有在維持低喉頭的感覺 有一點點用力很正常 有一點找不到感覺的話 就先把終點站找好 例如說中央收 找好了 再從泡泡音進去 不要硬從泡泡音變成 找錯東西 可以嗎這個慢慢做好之後 你的組歌就可以比較像是 例如說演員好了 這麼低 我以前會夾脖子 簡單點 簡單點說話的方式 簡單點可以的 但如果可以夾声带或是低喉头一点点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它会比较厚一点 当你唱其他的主歌 例如说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战斗 就比较不会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战斗 就比较不会这样子讲话了 可以吗 多练习这个事情 到高音的时候它的位置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大家加油 一起 大概中央收会有一个关卡 高音都会有一个关卡 记得不要松懈 不要自己放松 但是也不要刻意变加音 也不要突然锁脖子 不要 抬头检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